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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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立春本身脾气就很火爆 在正式上 他常常不留任何情面 直接对总统和自己丈夫吼来吼去 甚至语言上也时常带着轻蔑的情绪 两个大男人那他没办法 只能被迫接受他的建议 后来由于陈立春对佛教的极度蔑视 引来了民众很大的不满和责马 后来在政变中 他的丈夫和总统都被打死了 这位尊贵的第一夫人 也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地位 沦落到逃亡他国的命运 陈立春在失去了自己丈夫的庇护后 又被美国驱逐出境 他在无奈之下 只能辗转到了罗马 在那度过了他的余生 可能命运并没有放过这个曾经的龙夫人 他的双亲也死于至亲之手 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孤苦伶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